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王子东 今天是4月24号礼拜一 我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盘 如果光就大盘你会认为 今天好像相对沉闷 而且量能是缩的 当然量能是缩的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接下来就是5月报税季了 还有这段期间因为玉山金增资 资金都跑到这一档股票去了 所以造成量能是急缩 后面量能会渐渐的放大 你看到今天的大盘 你会认为涨23点根本不算涨 但是正好相反 今天我们既报忧也报喜 报喜的是这一段期间 我们跟投资人讲 不管是我在节目上面呈现 或者是我们代会员 都集中在两个族群 第一个伺服器 第二个绿能 绿能这个地方最近这段期间 比较夯的是探权 所以今天我们会把一些 我们手上的个股 跟投资朋友们交代一下 但是你可能会说 老师你不能只报喜 不报优 对不对 优的是哪一档股票 你看到今天大盘没有什么动 来 2330的台积电 原因还在它 那这一段期间不好意思 我还真的没有推荐台积电 不是说它不是护国神山 而是第二季 市场上面会以利空为主 尤其是上个礼拜 你看到法说会 那市场上面传出说 它的三大客户 当然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对一半错一半 等一下我们也会解释 第一个 说台积电的三大客户库存 目前为止满手 怎么样满手单 所以呢接下来 甚至到今年的下半季 都会调库存 那你针对苹果 针对AMD全部都不看好 所以回推到台积电 当然表现得不好 但是我说是这样吗 上个礼拜 虽然针对衍生性金融商品 没有错我们是做空的 因为我说我们看到 台积电的先行指标 叫做爱斯摩尔 结果台积电法说会之前 爱斯摩尔一个跳空 那你就要稍微小心一下 不管你是报长线 或者是短线 台积电我们都先不要碰 所以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针对衍生性金融商品 针对大盘 我们是做空的 我们也承认 操作衍生性金融商品 必须要灵活 上个礼拜我们也做空 针对盘式我们是看不涨 所以选择权我们抓这90点 但是这一个礼拜 第一个 不管是台积电也好 大盘也好 我反而认为 这个礼拜的大盘 有机会在这个地方止跌 没有这么快直接破 前波的低点 原因还是先看指标股 那这个礼拜 美国的超级财报州 指标股 应对到台积电的是哪一档 考一下投资人 来这个地方 我们也直接公布答案 你稍微想一下 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德州仪器 要讲到爱斯摩尔 它算是台积电的上游 如果讲到德州仪器 它算是台积电的下游 做的是类比机体电路 最早的半导体 个股之一 这一档股票 投资人 你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德州仪器 那你会发现 爱斯摩尔 在台积电的法说会之前 股价表现不好 但是德州仪器 区间整理 偏向于稳定 所以应对到 我们的加权指数 你还记不记得 上月 三月底 我们是怎么分析大盘的 我有说 第一个 如果你就技术线型来看 布林线KD指标 两个指标 都来到超买的讯号 所以本来这个地方 回档就非常的正常 回档等不等于崩盘 不等于吗 那三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规划了 我说大盘的加权指数现货 只要没有跌破 15 445 那全部都是菱形收敛 在右边这个地方 那盘式基本上 都还是稳健的发展中 今天你看加权指数 是不是还是菱形的结构 那菱形结构 有可能是头部形态 也有可能是叙事形态 那这边我们规划的是 叙事形态 来 15 445 有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 所以针对衍生性金融商品 有可能我们讲求机动性 会去做空 但是讲到个股 讲到现货的部分 你只要不要 先不要碰台积电 因为没有价差可以赚 反倒是有一些标股 我认为其实还不错 你可以考虑一下 但是这个地方 你可能回过头来又讲 老师 你一开始先拿新闻消息 跟我讲利空 然后你说错一半对一半 是什么意思 第一个台积电先不要碰 但是不代表什么样 联动到台积电 他的客户 全部通通都会死光光 没有这么夸张 首先苹果你要先避开 但是你还记不记得 台积电的三大客户 第一名苹果 第二名谁 AMD 来 你记不记得三月底的时候 AMD这一档股票 才创下近期的新高 所以你说他的客户 目前为止状况都很惨 那这个地方 我说投资人 你可能就会被过度的 利空消息给误导 因为市场上面 现在越来越盛行 做多的投资人 找不到做多的标的 那就开始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就开始反向 市场上面有一些甚至是分析师 都开始这么搞 做多找不到好标的 就开始跟你讲说什么 我们现在开始来做空 也没有见到它空出什么来 因为三月四月都是融券的强制回补期 别人怎么操作 我们不谈 我们回来跟你讲 来AMD这一档股票 有很惨吗 你还记不记得 去年年底的时候 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影片的截图 时间点是2023年1月13号 我们跟投资人分析了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叫做3693的银帮 那3693的银帮 如果要讲到最早 我们开始切入 甚至是去年的11月 来 我说我在节目上面 我很不喜欢花时间讲这个 在这个地方证明来证明去 我们在这个地方上节目上多久了 来 去年11月 银帮3693还没到七字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介入 我们就开始操作了 因为当时我们就注意到 伺服器这一个族群 那回过头来 当时别人跟你讲 AMD表现得很差 我说其实没有 人家的骨架早就回复多方结构 所以今年的1月的时候 我跟你讲 3693AMD的银壳 因为我说未来 如果你要讲到伺服器 每一个面向 你都要仔细去探讨 不是跟你讲一句说 伺服器这个产业很好就算了 我们反而是跟你讲 伺服器好 好在哪些产业 未来的伺服器会从右边机架式 转换为左边的刀锋式 这个我们在节目上讲过很多次 这是一个大商机 节省空间 那势必在机壳 还有散热的部分 全部都要做一个大改版 所以连机壳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在节目上 我们都跟投资人好好的分析 AMD平台的机壳 他们的伺服器机壳 请问是谁做的 就是3693的银帮做的 所以我们就大方向来看 请问未来三年到五年 伺服器是成长还是衰退 是成长的 这件事情没有改变 回过头来 机壳大改版 3693的银帮 是不是就会成为另类的标股 那前一段期间 去年的11月 你说70几块钱 你会认为老师你在讲股 这么久以前的操作绩效 我们也不拿来提 我们就讲这一段 今年1月3号 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说针对一档股票 你研究了基本面 你研究了技术面 其实还有一个面向也很重要 叫做筹码面 今年1月3号的时候 我有讲 我说虽然这一档股票 拉过一波 今天这张图非常的重要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虽然它拉过一波 但是我们去看 主力到底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做出货的动作 我们发现没有 反而是微微的增加 它的筹码张数 反而是进货 所以从这个地方 1月3号的时候 来 3693的银帮 跟着我们的线图走了 来 3693银帮 1月3号的时候 线图在这个地方 拉回来到100多块 后面你还有没有上车的机会 是有的 时间点 来 同样一个价区 就是我们跟你研究的这个价区 因为如果你去研究 它背后的基本面 铁板区就在100多块钱 绝对有这个价值 所以1月3号的时候 一个平台甚至修正的时候 我反而跟你讲 我说光看筹码 其实主力是在继续买进的 1月3号 后面3月的时候再来到一次铁板的买价区 请问这个地方你做多 还是你听信市场上面的传闻说 电子股都不好啦 你去放空啦 那你就错失一档好股票啦 是不是再一次来到这个铁板价区的时候 你做买进的动作 这一段股价再翻一倍 所以我们先跟投资人证明几件事情 当然也可能你现在你的手上是没有银帮的 没有关系回过头来回推 请问AMD真的像市场上面讲的一样吗 说你看台积电的三大客户 库存满手全部都是地雷 你回过头来看3693 帮AMD做饥渴的 回过头来看这一档股票 甚至是你看电视 跟着我们的脚步买进都好 自动去破除这一个谣言 所以伺服器这个族群 有没有很差 没有 当然这档股票 我们没有多花时间多介绍 今天已经分盘交易了 叫你大力布局 你未必敢 所以这段期间 你注意我们跟你讲的族群 下一档伺服器相关族群 如果是从低档发动 那你就要好好把握 从去年的年底 我们就跟你关注这两个族群 当然标的会不一样 我们操作讲求机动性 伺服器没有变 绿能也没有变 只是我们今天稍微改了几个字 因为最近在热络的是探权 那探权相关概念 我说你不要急 节目的下半段 我们会好好跟你介绍 急档股票 那首先我们还是把伺服器 相关族群讲完了 除了机壳之外 还有什么次产业你必须要注意 那这几个礼拜 我有跟投资人研究 我说字稍微小了一点 这张图代表什么 代表着因为最近大家戴红AI 那AI用的伺服器一定是GPU 而不会是CPU 然后GPU 它的热功耗会是CPU的三倍以上 所以散热相关族群 其实后面也是有机会 然后伺服器这个资料中心架好了 网通族群就是这一段的重点 那来当初我们是跟投资人 介绍哪一档股票 4968的利基 3月27号 当时我们跟投资人 去分享这一档股票 4968的利基 3月27号我们在节目上面介绍 久远的我们不谈 这一档股票其实要讲 最早我们从去年年底 就开始追踪了 去年年底我们就跟投资人讲 他经历了一个全波段的修正 后面呢 他的股价会开始转正 转为多方格局 去年年底来 4968的利基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这档股票 要继续涨 去年的年底 来去年年底 这一段到今天 基本上你是获利的 去年年底这一段 我说我们不讲 因为那一段 当时我们是获利25% 先了结 那这一段 你会认为老师又在讲股 所以我说我们不谈 我们谈的是3月27号的这一段 我在节目上讲完 你买你会买在3月28吗 就是这一档股票的发动点 我有清清楚楚跟投资人解释 为什么 因为以我们台湾来讲 他做的是IC设计 IC设计不能把它全部归类为同个族群 他做的是网通 还是做的是手机 苹果我们不看好 但是资料中心网通这个族群 甚至IC设计 我们都看好 4968的利基来 后面是不是一波冲高 一波45% 那前几天你可能会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怎么样 马斯克发射SPAC X 结果怎么样 失败了爆炸了 其实马斯克后面讲了 他说好险不是在怎么样 发射之前在平台爆炸 而是发射之后在天空爆炸 数月之后 他要再进行一次是非 那基本上我认为商机就是 你不要看到爆炸 那以为你认为好像卫星通讯 后面就没戏了 相反的 反而是我们现在看到问题点 问题点你会转化为商机 这些商机后面会转化为股价 重点其实是在这个地方 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跟投资人稍微讲了一下 伺服器 节目的下半段 有些投资人今天可能看到我们的经济部长到立法院去背询 讲的是绿能族群 好像有一点被盯得满头包 但是相反的我有跟投资人讲 你认为马斯克SpaceX升空 请问是用他自己的钱吗 还是其实背后有政府的钱 在大力的支持 跟我们台湾现在的绿能是一样的 就跟我2023年讲说我今年选股的条件 是不是政府重点发展的产业 你现在看到的是问题 回过头来后面可能代表的是商机 那中间广告休息时间来 如果你针对伺服器这个族群 那我们讲了蛮多档股票 你有股票的问题 节目讲不完的 你都可以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是你要用搜寻的方式 如果你用搜寻的方式 小老鼠不可以扫打 这个QR Code 跟我们每天放在节目旁边的这个QR Code 两个是一样的 你有股票的问题 或者是你想跟着我们脚步这样子操作 中间广告休息时间 都欢迎你进行动作 我们先进广告 想了解最近台股走势 股市凝湿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 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成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哦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 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 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 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限车道让多限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走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节目的下半段 我们要来讲探权了 因为我认为市场上面 可能对这个名词不是很熟悉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蔡英文公布说 要成立自己的探权交易所 那很多人可能会问号 为什么蔡英文突然讲这件事情 来 今天你大概慢慢知道 为什么我们要去补足这一块 其实未来会去受贿的 是因为我们的台湾的一些电子厂 以前我们台湾是没有探权交易所的 那可能会去哪里买 可能会去新加坡买 怎么样 成本贵嘛 而且不透明 现在我们成立自己的探权交易所 其实是为了我们这些电子厂 未来有机会解套 所以你要知道 其实真正的利多是在哪些族群 而且你还要去分析 第一个 你会看到今天王美花或者是曾文森 到立院好像被盯得满头包 说我们台湾的绿能这个族群 到底怎么样 有没有补齐 今年会不会跳电 会不会缺电 人家看到的是问题 回过头来 人家解决问题 这不就是商机吗 但是你必须清楚 上个礼拜我跟你讲探权交易所 哪些个股是真正相关的受贿股 你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 我有跟投资人讲 我说第一个 碳足迹侦测平台 它是受贿股 但是碳补捉未必 来我们一个一个讲 我说不管今天我们是传统厂 或者是我们是电子厂 为什么碳足迹这件事情很重要 第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要去侦测一下 目前为止到底哪些电子厂 到底是哪个地方 二氧化碳排放的地方 特别多 有些是在工厂 有些可能是运输过程中 造成二氧化碳的排放 我们台湾你就记得上个礼拜 4月20号的时候 我们有跟你讲 第一个碳足迹追踪软体平台 它会是受贿的族群 因为大家都要做 上个礼拜我们跟投资人讲这个观念 讲哪一档 我们台湾你稍微Google一下 就知道我们讲哪一档股票 来 6874的贝利 你有没有觉得6874的贝利 跟我们3693的银帮 其实有一点像 第一个 它都是沿着强弱线前进 银帮也一样 6874的贝利也一样 这种股票特性都一模一样 后面冲高了 请你不要追 请你拉回 是有机会的 拉回到我们正云带的支撑 像上个礼拜 我们跟投资人讲 6874的贝利 沿着强弱线前进 那你会发现 这些主力筹码 他们现在是在吸货 还是看到利多消息 已经开始到货了 其实没有嘛 反而是持续的吸货 上个礼拜4月20号 我有跟投资人讲 股价都还没创新高 主力筹码我们发现 它持有的张数又增加了 股价没冲高 指标先冲高 所以6874的贝利 今天怎么样 来再一根涨停板 今天4月24号 短短几个交易日 后面是股价跟着冲高 为什么 我相信你也知道 市场上面任何的新闻消息 你也能够讲得出来 总有人先知道 谁先知道 我用我们的指标 帮你侦测出来 一定是主力先知道 你不会比主力还早 我们要侦测的是 究竟主力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开始到货 我们发现没有 所以后面 如果再来到一次铁板区 你要站在哪一方 我相信你非常的清楚 那重点是 来回过头来 我们跟投资人讲6874 我们讲的是碳足跡 倒不是碳补桌 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跟你说 碳足跡也可以 碳补桌这个也是一个议题 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提醒投资人 最早在做碳补桌的 其实是美国的原油商 那这件事情曾经有被人家踢爆 说你碳补桌 其实第一步 你就是先去侦测碳足跡 那哪一个地方 生产最多的二氧化碳 我就去补桌 然后封存 但是有些人讲说 你在补桌的过程之中 其实也就没有很节能减碳 第二个缺点 成本高 你去侦测这件事情 比较没有花什么成本 因为那是软体平台上的工作 但是你如果要去封存 很多人这几十年来 其实就有被讲说 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骗局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讲说 碳补桌也是一个相关的议题 你要稍微小心 目前为止 我们做个股 我们是仔细的帮你侦测 哪一些个股 是真正受贿的个股 哪一些只是别人乱讲的 随便看到探权两个字 什么族群都跟你讲 是相关的题材 别人只是Google找新闻 相反的 我们是真正正正的 去跟你研究一个题材 你嫌这些股标 其实我说上个礼拜 我们也有介绍投资的 一些比较稳健型的股票 除了绿碳之外 其实还有蓝碳的碳权交易 就是讲的就是藻类 1722的台肥 长短配置 针对股性的不同 我们会去帮会员做一个 个股的比例配置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手法 有一点你必须答应我 如果你跟着我们的脚步操作 明明人家是一档波段股 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地方 一根两根你就急着要下车 今年2023年 针对大盘确实没有很好 但是我们挑的股票都是首选 那我们讲两句话 不要把绝世好见 当成菜刀来切菜 欢迎跟上我们的脚步 真正实现大波段获利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偷喝 偷喝啤酒 偷偷记过 就是绿茶 无非咯 无非啊 等我塑胶吗 明明就是啤酒 还有酒味 不信你喝喝看啊 是啤酒 还是绿茶 好好喝 请你来鉴定 必要绿茶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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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力